我們在發想的時候 基本上會先了解 我們合作對象的背景有哪些 然後另外就在想 我們的切入點可以怎麼樣去進行 有時候會想 怎麼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 同時又是障礙者 大家可以有一個 有點像轉移的過程 大家可以溝通的點到底是什麼 那就不會說 我們有點自說自話 有時候新聞會看到說 什麼不輸 不輸迪士尼 什麼媲美夢工廠 這樣的說法去說 對 可是那個 再怎麼樣我們也做不出 比日本更好的日本動畫 因為那就不是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可以做出一個 如果我們不去做 這世界上就沒有那樣的作品 沒錯 好像就是先不要管太多 先做了吧 我們要看 對 我們看看 字幕by索兰娅